导读,法定代表人,作为公司的一把手,曾经是公司老板大股东,控股股东当仍不让的位置,他是身份的象征,意味着拥有财富、权利、地位、荣誉等等。 然而,现如今,越来越多的老板不愿出任法定代表人,而将这把交易将给他人出任,甚至因此而额外付出报酬,借看老板不担任法定代表人的三大理由。 理由一,明示责任法律风险,一,因为法行为而受到的制裁,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,执行第61条规定,除企业法人承担责任外,还可以根据民法通则第49条和第134条第三款的规定。 对企业法定代表人直接给予罚款的处罚,对需要给予行政处分的,可以向有关部门提出司法建议,由有关部门决定处理,对构成犯罪需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,应当依法依送公安、检查机关。 二,公司法定代表人作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,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,或者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明示责任,逃避债务,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,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责任。 第二十一条规定,公司的控股股东,实际控制人,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,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,损害公司利益,没法遣款规定,这公司造成损失的,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 三,公司法定代表人作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明示法律责任,这公司造成损失的,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 第153条规定,损害股东利益的,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,理由二,行政责任法律风险。 一,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责,第49条规定,对法定代表人可以给予行政处分、罚款,构成犯罪的,应当承担心是责任。 一,超出登记机关和转登记的经营范围,从事非法经营的。 二,向登记机关、税务机关隐瞒真实情况,弄虚作假的。 三,抽逃资金,引力财产逃避财务的。 四,解散,擅自处理财产的。 五,变更,终止时不及时申请办理登记和公告,是利害关系仍遭受重大损失的。 六,从事法律禁止的其他活动,损害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的。 二,在民事执行案件中,公司若无力侵缠债务,债权人可以法向人民法院,申请限制法定代表人出境,连出国都成问题了。 理由三,刑事责任法律风险。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相关规定,如果按照罪名计算,公司法定代表人犯罪,主要集中在经济类犯罪。 其中比较常见可能触犯的罪名包括,偷税罪,虚报注册资本罪,抽逃出资罪,驱甲出资罪,植物侵占罪,挪用资金罪,非法经营罪,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,制造或提供失贷物报告罪,私分国有资产罪,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,公司企业人员刑贿罪等等。 负,公司法定代表人如何防控法律风险? 公司法定代表人法律风险主要来自内部,往往由于法定代表人对法律环境认知不足等原因,在公司的设议、出资、管理、生产、经营、股权转达、解散、清算和破产等方面,忽视法律因素引起的。 因此,必须从几个方面防控法律风险。 一,加强法律知识的学习和法律风险意识的培育,提高和强化法律风险意识识识别风险,化解风险的前提。 公司法定代表人应当注意法律知识的学习和法律风险意识的培养。 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应当结合自己公司的行业特点,又针对性地选择公司使用的法律打规、分类、分层开展法律学习活动。 提高自己地级公司职员特别是董事和经营管理骨干的法律数据,开展公司法律事务工作者、合同管理人员、人力资源管理人员等人才的培训工作,提高公司防控法律风险的能力。 另外,在公司日常生产、经营和重大事件的决策过程中,就相关事项咨询法律专业人士,尽量降低因不懂法或清释法而带来的潜在或现成的法律风险。 二、建立和完善法律事务工作机制,公司法定代表人应当深入分析公司面临的法律风险,通过比较快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有机结合起来。 强化公司各部门、各岗位的相关职责,做到分工具体。 全则明确,是法律风险防控成为公司内部控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。 建立起由公司法定代表人统一负责,聘请法律专业人士牵头组织,公司法律事务人员具体实施,有关业务机构相互配合的法律事务管理工作机制。 三、建立和完善公司法律风险防控制度,建立和完善公司法律风险防控制度,是有效防控法定代表人法律风险的重要内容。 公司必须根据此生财与市场竞争的内外部环境,对涉及法律风险的重要事项,以规章制度的形式对事情预防,始终控制和事后补就做出明确规定。 如建立公司法定代表人意义制度,建立和完善重大项目的法律咨询制度的,结束于公司法定代表人要想更好的规避法律风险。 关键之一照法律以及公司招程的规定形式,尽职尽责地维护公司的利益。 公司法定代表人应该有着最基本的法律意识,明白哪些问题可能涉及到违法甚至犯罪, 哪些行为存在着法律风险? 哪些决策需要咨询法律专业人士,避免可能发生的法律风险? 如此,在出任法定代表人上,公司老板打股东,控股股东,就无需找替身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